欢迎收看2月4号的新闻抢先报 我是熊威 警方过去所起获的爱他死粉一般都是白色的 可是警方这次发现本地毒贩再出奇招 首创毒美露 相信毒贩是将爱他死粉混合可可企图以假乱真 不过毒美露最终还是被警方侦破 有五人遭逮捕归案 若佛总警长M古马今午在若佛警察总部召开记者会 宣布侦破这一宗毒饮料贩毒集团 伊斯坦达布迪里速毒组是在上个月29号凌晨4点至下午4点 在新山和伊斯坦达布迪里地区展开两项特别突袭行动 逮捕了五人 他指出这批落网嫌犯是在去年7月开始运作 主要租赁双层排屋作为货仓和重新包装毒品的地点 他透露嫌犯也使用各种速溶饮料包装 包括原味奶茶包各种水果口味的维他命饮料包来包装毒品 企图咽人耳目 这批毒品一旦流于市场可供85658名瘾君子腐蚀 雪珠沙灯某住宅区后向昨晚有一辆特斯拉轿车 华夷失控猛撞后向围墙 把围墙撞出了一个大洞 视频可见因经过强烈撞击 导致驾驶座位及副驾驶座位的安全气囊都炸开 但是伤亡情况不强 有网民质疑该辆特斯拉是否启动了自动辅助导航系统 结果因系统出错或疏忽而导致意外发生 吉隆坡梦沙五级班台花园地区 昨天早上以山上豪宅泳池排水道破漏 造成山泥崩泻 冲毁邻居住家围墙 幸好没有造成人命伤亡时间 校长人员随后排除有关游泳池内的水 避免造成土壤更潮湿 甚至造成土壤移动或土崩 大马皇家警察扮演着人民保姆的角色 但近来许多黑警的事可为多少打击了警队的形象 警察总长丹斯利拉查鲁丁 瑞钱在台上训话时 就对警区主任在台下针对警区事务 十问九不懂的反应顿时发飙 直言难怪下面的人做坏 这里拿那里拿 这则长达4分钟57秒的视频 在社交媒体流传 画面中的拉查鲁丁 是在本月1号 在交赖的警官训练学院 针对巡逻警察 出情的标准作业程序 向在场的所有警区主任发问 但台下没有人给予反应 气得他横眉怒目 于是对警区主任们训话 他也说他和副警察总长都是主管级 如果台下的人犯错 他们本身也有错 所有主管都错 他提醒主管不是高高在上 而是需要扛起监督责任 并对警队前线人员的所有作业程序 了如指掌 今早拉查鲁丁及副警察总长 挠住自己阿玉干率领警队走访 班达马兰新村八板路时 村民纷纷闻风而至 这球一朵警队一二哥的风采 随后拉查鲁丁对记者一开口 又提及警员的纪律 他说低薪并不是贪污的最主要因素 相反警员的个人态度和思维才是最关键 他也欢迎民众举报为例的警员 包括他本身如果做错 都欢迎民众举报 绝不包庇 至于有指巴生如同哥伦比亚 治安不尽的说法 拉查鲁丁强调 未免人民恐慌 警方绝不容许巴生被标签为 犯罪之城哥伦比亚 巴生是皇城 这两天是农历青年前的黄金周末 各地巴沙和商场街现人潮 消费者似乎火力全开 为半年货做最后的冲刺 中国报北马及中马记者 尽早走坊巴沙时映入眼帘近视一片人海 不过亚一旦巴沙及日漏洞的巴沙小贩却告知 与去年同期相比 真正扫货的人不多 更多的只是看热闹的人 有小贩指出今年行情交淡 是因为相比往年许多早市小贩在新年期间多半百卖到笑一点才能收档 反光今年许多业者在早上十点多开始 便因人潮稀少无人问津 宁可选择提早结束营业 根据业者说法 物价高涨 海产短缺 直播带货 一些打工在未领花红 再加上除夕日是年中学校假期的开始 是今年巴沙人潮比往年逊色的原因 而在安邦太子园巴沙 一些上班族趁着黄金周末赶紧为农历新年做最后冲刺 几乎所有年货摊位都有购买人潮 年糕 年饼 年花 海味 水果等摊位 生意兴隆 有些甚至出现排队人龙 今早的人潮多到造成交通阻塞 停车位也一味难求 今天也刚好是立春 太子园巴沙首次举办集体捞生 林花院周议员尤家豪与巴沙商贩公众一起捞起 六十八尺长的鱼生 向大家拜早年 金融波紫场街在龙年立春旗日这一天 已举办年卫节活动 吸引民众及游客出席参观现场人山人海 古今面登国会议员方桂伦说 这种热闹景象为紫场街的商家及小贩带来许多商机 并预料紫场街将成为2024年国内重要的旅游景点之一 而昨晚也有多地配合龙年举行亮灯仪式 其中雪龙海南会馆天后宫 以17只大大小小的龙行彩灯迎接到访的游客 并估计从除夕到元宵至少会有5万名游客到访 位于雪兰娥的千百家佛教居士林所 则使用宝丽龙制作60尺高的吉祥龙装饰 供到访人们拍照打卡 该临从农历年初一到年初十五举办青春活动 料将吸引8000至1万人共襄盛举 春节期间年糕是必备之物 住家式传统年糕业者制作了一个16寸 重约45公斤的大年糕 叠加5层 寓意为步步高升 献给清云亭供佛 成了他历年来做过最大的年糕 64岁的佛友刘冠玉为住家式传统年糕业者 多年来皆会将年糕送到各佛堂供佛 去年也做了5公斤重的大年糕送到清云亭 但今年想做个最大的最终也成功了 他说一般蒸年糕需要15个小时 但蒸这16寸大的年糕需要36小时 且需要一直搅拌以确保均匀 过程不容易 他透露制作大年糕用了个18公斤的糯米和白糖 并用香蕉叶拖着摆在最底层 大年糕上有4层 他认为当中除了技术 最重要是新城 一名华屋混血年轻女子诺法拉 跟已故华裔外公 以及华裔邻居学习制作华人糕点 从数年前开始在实体店及社交媒体 售卖华人传统年糕 在新年期间 与需求量很大 他会制作约3500至4500个年糕 甚至还卖到新加坡 诺法拉说 为了制作出优质的年糕 他采用的都是鲜然原料 特别是以香蕉叶作为年糕的包装纸 以增添年糕的香气 他认为应该透过深入了解其他族群的食物 来了解马来西亚种族和文化多样性 也可以透过食物间接地促进各族团结 美国民主党周六在南卡罗莱纳州举行首场官方总统候选人提名初选 现任总统拜登以96%压倒性的支持率轻松胜出 这是他争取连任的关键性重要首胜 他誓言必定让前总统特朗普再次成为失败者 在开出的80%票选中 近年81岁的拜登赢过主要对手 也就是畅销励志书作家威廉森和明尼苏达州国会众议员菲利普斯 两日的票率分别为2%及1.6% 不过专家认为拜登在民主党内地位稳固 但竞选连任之路面临支持率低 年龄大 弹劾调查 边境危机等困扰或挑战 德国各地约20万民众周六走上街头 抗议及右翼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AFD 企图驱逐外籍人士或移民的计划 AFD和新纳罪分子去年11月在波斯坦附近 密谋驱逐无德国种族血统的人士 包括移民、外国人和非德国种族背景的公民 消息传开后 全国爆发抗议 至今已迈入第四周 智利各地的灵火已造成51人死亡 火势仍在蔓延 有些遗体就躺在街道上 房屋也被大火摧毁 干旱的天气条件和飙升至摄氏40度的高温 加剧这场危机 智利总统伯利奇宣布 智利中部和南部地区已进入紧急状态 而在中国 90亿人次的中国春运遇上15年来最强雨雪 中东部多个省路空交通大受影响 多趟高铁停车 有人滞留在车上近10个小时 预计中国这场南方大范围雨雪将持续到除夕前 台湾桃园市长张善政周六开车再期返回 新北市新店老家大扫除 返程期间追撞前方车辆 他的妻子受轻伤治理 张善政本人仅膝盖有轻微皮肉伤 他事后在面子书报平安 并指自己在包扎夫药后 以依照医生祝福回家休养 新加坡女皇镇的女皇病院 昨天7点发生青年持刀伤人案 一名20岁青年以手持菜刀 砍伤路人后在沿路追赶伤者 并治伤7人 伤者包括一名6岁女孩 刑犯最后被民众合力致富 并遭警方逮捕 配合甲晨龙年 佛光山新马寺 今年特别打造以生肖龙为主题的 祥龙乐园 里头有7只可爱恐龙 那就是三角龙 霸王龙 剑龙 弯龙 复制龙 和吉龙 其中最高大的是 宛龙 有25尺高呢 新闻的最后 带大家去现场走一趟吧 我是琼威 祝大家 内春大吉 龙年行大运 别忘了 我给你带大家去订阅 我给你带你带你带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